在30多名来自中美英俄韩五国记者的见证之下 朝鲜在昨天正式拆除 封锡里和试验场的相关设备 从高空往下看 和试验场四周在炸药的引爆之下 瞬间尘土飞扬 暴谷威力十足 就在朝鲜为放弃核武 迈出重要一步之际 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在昨天晚上 致函给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只基于朝鲜近期所发表的言论 展示了对美国的抵对态度 因此决定取消原定在下个月举行的美朝峰会 随后特朗普在白宫召开记者会时表示 取消峰会是对朝鲜以及全球的挫折 同时他也紧到朝鲜 一旦做出任何愚蠢或者是鲁莽的行为 美军已经准备好还击 但如果金正恩选择放弃对立关系 那么美国还是会跟朝鲜进行会谈 如果金正恩选择 与建设在建设论的谈论和行为 我正在等待 在美国单方面取消特金会之后 朝鲜方面也发表声明表示遗憾 并强调朝鲜依然愿意以任何形式 跟美国进行会谈 另一边乡 韩国统一部也在今天早上回应指 韩国将会继续透过外交途径 推动美朝领导人进行会谈 我们的民主会训续断 和谈论 论主会训续断 对内容和谈论 主要解释谈 全球的关系 并不及问题 我们的国会训续断 我们的国会训续断 这些关系续断抗论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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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 谢谢观看